大家好我是岳石王编辑总监学团 我现在所在位在艾比的2017采取现场 那艾比的万年曆呢其实一直是非常有名 从这个上个世纪初开始一直到现在呢 不断的有新款式出来 包含像这个皇家像初的万年曆其实也有很多的款式可以选择 那今年比较特殊的部分在于说呢 它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在于说它的万年曆的月像显示呢 其实从2015年开始它就采用一个你真的月像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这支表 因为它现在的月像躲起来了 所以看不太清楚 那第二个呢在于说 今年采用了一个全新的黑色陶瓷材质来打造 整支表 这个算是艾比万年曆的第一次 就是包含它的链带 它的表壳以及它的表圈的部分 全部都是以黑色陶瓷的方式来表现的 而且呢它的打磨其实非常的精彩 其实你如果真的贴近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它有很强烈的光泽感 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在打磨上蛮用心的 那以陶使道呢 因为它的材质本身就比不锈钢来的坚硬 所以在打磨上面当然又更加费功 据说所费的时间是一般不锈钢的六倍以上 那它先这个整个抛亮之后呢 在这上面做这个法斯纹的处理 所以它可以看出它的光泽感 跟它的这个建成的纹路 那这也让它这个经典 这个万年曆这个传统的复杂功能呢 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